兩間電台的無耳廣播牌照 2016年8月25日戒滿 他們的命運再度引起關注 通訊事務管理局10月9日晚在跑馬地舉行公聽會 就商業電台和新城電台的無耳廣播牌照延續 收集公眾意見 自從2010年9月中期牌照檢討後 兩間電台都各自發生了一些事件 引起公眾關注 在近年社會風煙微慢 再加上香港正受到佔領中環運動的影響下 部份一直對商業電台不滿的人士 都趁這個機會發揮 商業電台比較偏幫反對派 譬如說之前的節目 由佔中開始這麼久以來 差不多全部都是請反對派的嘉賓 既然有了既定立場的時候 我覺得開這些節目也沒什麼意思 所以我不太贊成商業電台的軸牌 平時都有聽商業電台的早上節目 聽到他們的節目 早上節目比較善情 以及主持的意見不太忠肯 很多時候聽完情緒都會比較波動 激動一點的 見到他們聽全部都是煽動的 對這個社會來說 要你每天都說些煽動的事 好像不太好 我覺得都不應該逐牌給他 不要再請李慧寧這種人 李慧寧這種人 她的老公就是幫地鐵做顧問的 我們百搭通的票給人 把那些privacy data拿出去 就是她老公搞的 那你請人人事部 你看看相 你應該用那個相學 她的相就是老夫子拍的那種樣子 你自己都知道 你這個女人的相OK 那你請一個新聞工作者 除了他考試合格之後 你給他一個在職培訓 如果大學的講師 他本身是公民黨的老師 他們偏向美國親美親泛民 給他一個不適合的訓練 你們可以做一個post訓練 即是在職培訓 確保你們不要再請李慧寧 否則我們會發動廣告商出來做行動 我想你都幾大劑 不論這些言論是否另有目的 商業電台近期的一些事件 也都引起部分支持者不滿 那在今年 就在二月的時候 商台就在一個不解釋情況之下 就去炒了李慧寧 那是完全沒有交代一切的原因 引起了很廣泛的市民的關注 那我也希望商台 是交代這一點的問題 第二點就最近的佔中事件 商台在7903和881那裡 都有一個jingle出來 是要求無論是政府或是學生 一起做一個來壩對話的jingle 我們都希望盡快可以 來一個對話 去解決這次的佔中事件 但是如果因為是這樣的原因 有聽到很多意見 都說因為佔中的事件 而有一些產生的憂慮 而去攻擊這個商台 然後就說 這樣的情況 就要除他牌的話 實在是一些不太公道的 其實今晚的公聽會 是同時討論新城電台的續牌問題 不過有關新城電台的發現 就療療可數 新城都有一些多元化的節目 是給一些小數族裔 還有一些新來港的朋友 其實香港都是一個國際的城市 都很需要這一類的節目 是給一些不同的人 我好像看到新城電台的測試 時事的節目好像頗為少 普遍都是財經的 我們在這個中期檢討報告 2010年的時間 我們只有90分鐘一個禮拜 所謂的時事的節目 但是結果我們答應政府 是做10小時一個禮拜 而結果我們是做到13.9小時一個禮拜 其實我們是一直增加的 這麼多人群起圍攻商業電台 他擔不擔心做不到牌呢? 商業電台都服務了香港超過半個世紀 從來都是我們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編輯自主 以及一定要有言論自由 什麼聲音都有 這個都是我們的信念 作為香港的市民 我和你們大家都一樣 我們是很珍惜 我們的大氣電波 是保持一個開放的環境 我們市民可以透過我們的大氣電波 去表達你任何的立場 這件事我相信 我相信我們作為一個監管的機構 我們都會很堅持 就是香港是一個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我們的媒體是有編輯的自主 他們可以製作他們的節目安排 通訊事務管理局會在10月30日晚 再舉辦多一場公聽會 諮詢期會在11月14日結束 之後會將收集到的意見整理 再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報告 獨立新聞傳訊記者盧紫陽報導 在10月18日已經討論到 在10月10日 1.6月18日 6月18日 以上 是 差不多 6月18日 4月20日 明明 在30日 8月18日 20日 20日 20日